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最大 最典型的草原之一 拥有广阔的草原景观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生态系统 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 北林俄罗斯 东林东海 西街大兴安岭 南至松花江流域 它的地理位置处于东北亚草地带的中心 是亚洲最大的内陆草原之一 大草原面积广阔 横跨呼伦贝尔盟 兴安盟和阳陵郭勒盟三个地区 总面积约为25万平方公里 被誉为中国北方的明珠 它的地势起伏不平 地貌复杂多样 包括草原 湖泊 河流 沼泽和林区等多种景观 呼伦贝尔河 松花江和俄尔古纳河等河流流经大草原 为草原提供了丰沛的水源 该地区的气候属于大陆性气候 冬季寒冷而漫长 夏季凉爽短暂 由于气候条件和地形的影响 呼伦贝尔大草原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是以草原植被的生长 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宽阔的栖息地 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闻名于世 草原上生长住茂密的草地植被 包括高大的核草和各种野花 这些植被为大草原提供了营养丰富的食物链 维持了复杂的生态系统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栖息着众多的野生动物 其中包括稀有的动物物种 草原上的大型哺乳动物有马鹿 马牛 羚羊 野马等 这些动物在大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 此外 草原还是许多候鸟和水鸟的栖息地 吸引着鹤 天鹅 野鸭等各种鸟类 还拥有丰富的水域资源 其中包括湖泊 河流和沼泽 这些水域为众多的水生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繁衍的场所 湖泊和沼泽地带成为了各种候鸟的重要栖息地 呼伦贝尔大草原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 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呼伦贝尔草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早在新石器时代 这片草原上就有古老的渔猎民族活动的痕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游牧民族开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定居和生活 呼伦贝尔大草原成为了蒙古 鲜碑 契丹等多个民族的聚居地和交流中心 在历史上 呼伦贝尔大草原也是各个王朝进行边疆防御和统治的重要区域 草原上的牧民和渔猎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保持着经济 文化和政治的联系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渔猎民族和牧民文化的传统聚居地 在古代 草原上的渔猎民族依靠狩猎 捕鱼和采集为生 他们以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闻名 渔猎民族饲养驯鹿 捕鱼 制作皮毛制品 并以传统的民间故事和歌曲传承住自己的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渔猎民族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发展起来 他们以放牧为生 依靠牛 羊 马等家畜的饲养 牧民们骑着马匹穿梭在广袤的草原上 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他们居住在传统的蒙古包 帐篷中 过着与大自然紧密联系的生活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牧民生活 充满了传统的习俗和文化活动 牧民们遵循着丰富多样的传统习俗 其中包括节日庆典 婚礼 葬礼和祭祀等活动 例如 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牧民 每年都会庆祝纳达木大会 这是一个盛大的草原民族运动会 在纳达木区间 牧民们展示骑马射箭 摔跤 赛马等技能 同时还举行民间歌舞表演和传统游戏比赛 人们欢聚一堂 共享欢乐 此外 这里的牧民还有著丰富多彩的民俗艺术和手工艺传统 他们擅长制作皮革制品 粘制品和马具 其中的刺绣 编织和雕刻工艺独具特色 展示了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呼伦贝尔大草原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 渔猎民族和牧民的生活方式 习俗和艺术表达形式 都丰富了这片草原的文化内涵 也为人们提供了了解和体验草原文化的机会 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为呼伦贝尔大草原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呼伦贝尔大草原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 游览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最佳时机和管道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最佳游览时间是在夏季和早秋时节 这个时候草原的天空湛蓝 花草繁茂 温度适宜 是欣赏草原美景和体验牧民生活的理想时机 游览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管道有多种选择 你可以选择驾车游览 沿住景区内的公路自由驰骋 欣赏草原的壮丽景色 还可以选择参加旅行团 跟随专业的导游领略草原的风光和文化 景点和自然风光 呼伦贝尔大草原有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和自然风光 给游客带来美不胜收的体验 以下是一些主要景点 呼伦湖 呼伦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湖泊辽阔 湖水碧绿 湖边的草原和湿地是众多候鸟的栖息地 可以观察到各种珍稀鸟类 俄尔古纳河 俄尔古纳河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重要河流 它蜿蜒穿过草原 流经美丽的山来和来谷 景色壮观 你可以选择乘坐游船或在河岸边散步 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丽 杨林郭勒草原 杨林郭勒草原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部分 以及广袤的草原 千姿百态的羊群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而闻名 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纯粹的草原风情 欣赏到壮丽的草原风光 与当地牧民的互动和文化体验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牧民文化的发源地 游客可以与当地的牧民进行互动和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 以下是一些可参与的活动 体验牧民生活 可以选择住进蒙古包 亲身体验牧民的生活方式 参与放牧 挤奶 骑马等活动 感受草原的宁静和自由 享受传统美食 品尝当地的传统美食 如烤全羊 奶茶和手抓肉等 了解牧民的饮食文化 参加草原节日活动 如果时间合适 可以参加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举办的节日活动 如纳达木大会等 这些活动包括赛马 射箭 摔跤等比赛 同时还有传统的歌舞表演和民间手工艺品展览 与牧民的互动和文化体验将使你更好地了解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独特魅力和人文风情 呼伦贝尔大草原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之一 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吸引着无数游客 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 人们可以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感受牧民的淳朴生活 探寻古老的文化传统 以其广阔的面积和多样的地形地貌 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里 湖泊 河流 草地 沼泽和森林交相辉映 构成了壮丽的自然景观 呼伦湖碧波万晴 俄尔古纳和蜿蜒流淌 草原如荫 花草繁茂 给人一种宁静与和谐的感受 这里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马路 羚羊 鸟类等丰富多样的物种 草原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而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背后 隐藏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 渔猎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和牧民的游牧文化 贯穿着这片土地的历史 牧民们以自由奔放的骑马文化 蒙古包的传统住房 牧歌的悠扬旋律等 向世人展示了草原人民的独特魅力 与当地牧民的互动和文化体验 将使游客更好的 了解和欣赏这片土地的文化传统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北方的一颗明珠 它以其壮丽的自然景观 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 它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 感受自然与文化之美的绝佳目的地 无论是欣赏草原的辽阔和宁静 还是体验牧民的淳朴和自由 呼伦贝尔大草原都能带给人们 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神奇的草原 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文化的魅力 珍惜和保护这片宝贵的自然遗产 让其在时间的长河中永恒流转